大家好,欢迎收看ACY习惯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昨日美联储公布了1月份会议纪要 重申了目前美国经济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仍对宽松的政策保持了需求 刺激措施以及疫苗将会给经济带来可观的推动力 不过这对通胀率的推动效果仅仅是短线的 长线还是要看消费与就业市场的恢复 美国同日发布了最新的零售销售月率 环比增长了5.3% 远超过市场预期的0.8% 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受到了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 美国股市并没有随着零售数据的利好而上涨 反而集体低开低走 除了道指随着能源股的利好最终收涨以外 其他两个股指收盘时都小幅下挫 目前的美股市场对美联储对通胀率的态度 仍保持怀疑 担心美联储会在今年下半年收紧政策 我们认为年内美联储收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在疫苗覆盖率得以提高之前 美股市场仍将得到较强的支撑 根据最新的数据 美国的疫苗覆盖率为11.5% 每日接种疫苗数量为170万剂 距离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还有不小的距离 其他国家的接种率也在稳步提高 英国的覆盖率达到了22.5% 而欧洲国家则基本上在3%左右 从纳指日线图来看 最近一年K线下方的趋势线较为完整 2月1日的大幅反弹 证明了下方多头实力较强 昨日的下跌主要是受到芯片板块下挫的影响 由于拜登还未对美国芯片供应紧张发表其看法 短线纳指仍有下行的空间 不过一旦拜登签署了利好芯片股的行政令 那么纳指也会随之上涨 所以指数整体的风险上行 以粉低做多为主 目前上行通道配合20日均线是较好的辅助工具 可以在均线与通道下沿分批入场多单 这两条线还和布林带通道重合 支撑力量较强 入场点位可以考虑13300以及13600这两个位置 入场多单可以配合K线的形态判断 以及小时级别的随机指标超卖区金差作为具体时机的判断 阿斯麦是芯片设备行业的龙头企业 也是唯一能够提供高端EUV光刻机的企业 随着芯片需求量的水涨船高 阿斯麦也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从日线图来看 股价从去年开始加速上行 阿斯麦的光刻机订单一直络绎不绝 考虑到汽车芯片的需求缺口 阿斯麦的股价仍有不小的上行空间 入场多单的点位可以看趋势线与时日均线 由于其强上涨格局 昨日的回调反而让出了入场时机 指标方面 OBV能量潮指标稳定上行 还未出现背离或者顶部形态 上行的动力保持完整 整体来看 580到590附近有着较好的支撑 可以作为入场的点位 资金管理巨头贝莱德称将涉足比特币业务 受此消息影响 比特币大涨并突破了52000美元大关 从比特币小视图来看 K线呈现了多次涨平涨的形态 基本面不断提供新的上行动力 目前底部的支撑力量较强 短线来看 由于上涨速度太快 目前不易追多 可以等待价格回调 线价下方第一支撑在51000美元附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关注数据 欧元区有1月份CPI年率 美国方面有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1月份新屋开工总数年化 营建许可总数 进口物价指数 以及当周EIA天然气库存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